英國女子納塔利救護車上前往隔離地點 她和澳洲男友在花蓮居家檢疫 透過媽媽向英國BBC抱怨 吃的差住的爛 鐵卷門一打開就是臨時檢疫所 是花里一處學校的教職員工宿舍 英國女子原本可以續住民宿 進行居家檢疫 但她們說錢不夠 才被安排到免費住處 女子母親投訴 女兒就像關在監獄一般的環境 提供的三餐品質差 份量少 房間還很骯髒 不過實際狀況又出入 房間未遇都是一人專屬一間 衣櫃單人床一應俱全 還有充足光線 空間很寬廣 女子家人還指控無法洗衣服 不過其實有配置獨立的洗衣機 至於沒有熱水這件事 外交部說一開始設備故障 反應過後已經換房進行改善 三餐便當 每個人只需支付新台幣兩百多塊 英國女子因為對膚質過敏 飲食上有特別要求 入住第三天起也提供了無膚質飲食 英國情侶講話不是事實 可能也是個人情緒 那報導的媒體也已經刪除 那同樣鄭朱怡 另外一位日本的記者 他就對隔離日記記載的很詳細 臺灣其實做得很做到很努力 BBC引述家屬說法卻沒有查證 引發軒然大波 後來修文也刪除了臉書 還有網友也說公道話 覺得住不用錢 餐費也很便宜 BBC之後也緊急改正原始文章 希望爭議就此平息 三星為旅業許慧美 花靈怎麼囉 英國情侶待在青年旅社 乖乖跟著衛生局人員 準備搭上救護車 原來他們因為身上沒錢 想要住免費的 只能住進檢疫所 當時這對情侶到花蓮旅遊 入住這間旅館 結果碰上追蹤歐洲入境人士 導致他們得接受隔離 原本衛生局答應他們 能在這間飯店接受隔離檢疫 但他們沒有那麼多錢 於是提供了花蓮隔離所 讓他們檢疫 卻被他們嫌得一文不值 有知情網友在臉書上爆料 說當時相關單位到旅館和他們溝通 過程中還不斷安撫 前後花了四個小時 過程中男生相當冷靜 但女子表明沒錢 說後天就要走 接下來就是不斷地崩潰大哭 其實他們的檢疫所 除了基本的單人床 飲水機 沙發 梳妝台 硬體設備應有盡有 位於設備也不算老舊 坪數更是不小 住在這裡不用花半毛錢 一天三餐只要250元 另外每天還能領千元補助 等於說隔離結束 每個人可以拿一萬四千元走 住免錢的卻被說是像監獄一樣 當然引發眾怒 他是英國人 他沒有在台灣繳稅金 享受我們台灣的福利 還講這樣的話就大錯特錯了 不只民眾氣憤難平 PTT上網友炮火也很猛烈 說要把他們直接送回英國 還說防疫隔離當成度假是有事嗎 不然去睡垃圾場 或是乾脆直接遣返 這對情侶沒錢 沒辦法在旅館隔離檢疫 卻對台灣免費提供的隔離所 一下說設備爛 一下嫌食物難吃 還鬧上英國BBC 無疑是讓台灣防疫工作受到屈辱 三軒旅艷郭穎 歡迎報導 出発